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文字探勘了 我把这些内容复制 好 你要知道这些都是文字 这些文字 我们通常在做文字云 会先透过一种工具 断词工具 来去把词断好 好 中文断词工具 中研院他就把语言单位 变成是一个词 中文一定要使用这套软件 因为Python都是在断英文的词 我现在就直接秀给你看 我把它复制贴过来 然后就直接送出 他断好了 断成这样子 你看负获利 他就把它变成什么 负跟获利 这是一个主题 好 然后接下来选到这些词 选好这些词之后 复制 他这边有一个工具 线上资源 下载断词系统 那我现在想使用他的线上资源里面的 持平统计程式 接下来 这个工具里面 他有一个叫做 Sample 我们是 把刚刚的词 全选之后 贴进去 这就是刚刚的内容 复获利 纸类别 产品如何处理 然后接下来储存 那怎么做持平统计 快速点两下 好做完了 做完的内容在这里 这就是刚刚我们 这一个文字档 这是持平档 请问他这边是不是 就全部都算好了 例如说 是否出现一次 十出现两次 更出现一次 更改出现两次 那我们要的是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呢 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是空白 因为我觉得空白 是没有必要的 前面是不是有看到 这个 代取这个符号 这些都可以把它删掉 删到这个之前 debit 我的意思是说 我要留下来1K 可是这个逗号 标点符号 我也可以把它删掉 删掉 剩下就是我全部 要留下来的内容 我就储存 我把它更名一下 我叫做付获利 就这样一把 请稍微 可以 从来 你 你 我会 我会 我会